我們從五十字括號二開始檢討起 五十字括號二我們要從二十七題開始檢討對不對 二七到二八有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二十八題你最好把它打一個星星啊 這個屏幕我很不欣賞 你看一下黃色我刮起來的部分 我不欣賞的地方在這邊 如果是我出題我跟你講黃色的部分絕對不會寫出來 了解嗎 我要你知道的是什麼 糖類蛋白質跟脂肪所提供的熱量分別是多少 四四九還記不記得 如果是我考我先跟你預告喔 我很不欣賞這一題的出題方法 是因為太簡單了哪有人考那麼簡單的對不對 在我上課的人說同學這裡是C趕快選 是不是 這裡不是C這裡是豬 同學這裡是豬趕快選一樣太簡單了 那我考絕對不會那麼簡單 但是你絕對要注意這種屏幕 為什麼 因為基本學育成員曾經有考過 聽懂嗎 基本學育成員曾經有考過喔 二十九題 三十 三一三二 三三 三三 好來注意看第五題 第五題就是你想太多了 第五題 冷藏食物的時候常用保鮮膜來包裹 主要是因為下鍊哪一個 這個是A是什麼 A叫做主要干擾選項 我包保鮮膜是為了要不要讓水分散失 比如說我的食物保鮮膜包起來 就是保持它的水分 我才不會放到冰箱裡面 因為冰箱會讓水分一直蒸發掉 知道嗎 因為裡面的空氣很乾 所以它會一直把水蒸發掉 所以我要保鮮膜裝在哪去冰 而不是A 什麼東西都避免與其他物質接觸 有辦法嗎 它這個是主要干擾選項 照理來說你要避免東西跟兩種食物互相的接觸 你應該是把它裝在不同的地方 而不是包保鮮膜吧 是不是 所以它就是主要干擾選項 那真正我用保鮮膜的主意 是要讓水分不散失 有了解 可以喔 好 還有沒有問題這一整張 好 有沒有問題 換6-1 單面那一張 單面這一張1-4有沒有問題 哪一些選項可以說明有力作用在物體的身上 甲有沒有 甲有沒有 風吹在旗子上使旗幟飄揚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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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吹 風吹 那一咧 地震造成地殼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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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力 地震是不是有力量 把地板正裂開 裂碎開來 對不對 是這樣子 是 那一咧 汽車減速 突然煞車減速 有沒有 有啊 輪胎注意看喔 畫給你看喔 一般來說 你有沒有喜歡腳踏車 有 你有沒有喜歡腳踏車 有喔 有 腳踏車 欸 腳踏車的輪胎皮 你有沒有看過啊 有 我們來看一下 腳踏車的煞車皮 好 就像這種東西 然後 找一個比較清楚的 啊 這個好了 哇 好小喔 哪一個 啊 這個好了啦 這一張好了啦 好 看了看嗎 這兩盒在哪邊 煞車的 他在煞車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啊 夾輪胎嗎 對 夾輪胎 哪有看到了這裡 不過這應該大一點 這600乘442 好啦 滿大的 好啦 這邊太分得清楚 在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好 他夾住輪胎的 所以 他這個速度 車的速度變慢的時候 就是什麼 車的速度變慢的時候 就是 我的煞車皮夾住了輪胎 這樣是不是也有力 對啊 再來 第一 人造衛星繞著地球轉 有沒有力量 沒有 有啊 怎麼當然有啊 怎麼沒有力量 那不然如果沒有力量 拉住人造衛星的話 人造衛星就會飛到外太空去啦 是不是 什麼東西拉住人造衛星 地心引力 對嗎 對嗎 然後再來 霧 發光的燈泡出來的熄滅 有力嗎 沒有吧 他只是電力 跟那個力的作用不一樣 所以加以秉丁 第五題 欸我跟你講喔 這種題目是一定會考的喔 圖形題是一定會考的喔 會不會看啊 會 這題全部寫錯了舉手 第五題 一二三四全部寫錯了舉手 有 手放下 喔 這個 不會的太會問啊 第六題 有沒有問題 第二題我跟你講 打個星星吧 月考有可能會考出來 為什麼 因為課本是 課本裡面的立體 是用這種東西 是用這種小格子 然後直接寫數字給你看 第七題有沒有問題 二 二喔 掛二十五克重的時候 彈簧的伸長量是多少 來 你注意看一下 十五克重的時候 是不是伸長量是三 對不對 彈簧的長度是三嘛 四十克重的時候 彈簧的長度是不是 七 喔三十五克 抱歉 所以 十五克重的時候 彈簧的長度是 三封分 三十五克重的時候 彈簧的長度變成多少 七公分 也就是說 施力 在彈簧上面 施力二十克重 十五到三十五 是不是施力二十克重 那彈簧請問你會伸長多少 彈簧是不是會伸長 四公分 對不對 對 那很簡單啊 那如果我施力一克重的話 彈簧會伸長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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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二分 二十分之四 因為這邊除下來除以二十 這邊除下來是不是也要除以二十 所以施力一克重就會伸長五分之一公分 就是伸長0.2公分 這樣看懂嗎 好 那題目是什麼 如果掛25克重 好 那如果今天掛上去25克重 那請問你彈簧會伸長幾公分 彈簧是不是就會伸長0.2乘以25 這樣答案是不是會伸長5公分 對 對不對 他答案寫B 他答案寫B 他答案寫多少 他這邊給我B 他這邊給我B 對他給你B 要檢查伸長量 哦伸長量 哈哈這騙 可以嗎 哦伸長量 哦伸長量 哦圓長度多少 2 2 2 圓長是不是2 1 對吧 哦5-2 有 可以 他有沒有問題 蛤 這一題的3哦 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這一題的3 外力是0到15克的時候 彈簧的伸長量較小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你看 這邊爬升的速度是不是比較慢 對 這邊爬升的速度比較慢 再來B 15-35克的時候 外力跟總長成正比 這個時候適合來測量力的大小 沒錯 只有這個部分是可以的 15-35的時候 這個是成正比 直線的才可以 曲線的都不行 C 整個圖非一條斜直線 所以不適合 錯啊 這裡可以啊 15-35是ok的 只要有直線都可以 只要有這種 只要有這種直線都ok 好 這樣 但是他只能測量15克到35克 這樣了解嗎 哦 他只能測量掛重15克到掛重35克 彈性限度最上面這個點 之後跑掉的這個點就彈性限度 之後不算 之後就壞掉啊 永久行變啊 壞掉了 好 這我自己的我講過吧 彈性限度 好 地方你講過了 來 這一張 沒有跑到60分的舉手 沒有跑到60分的舉手 還是有啊 好啦 轉方向 加油啊 還是要定陣啊 這裡不用滑血了 還是要定陣 來 這一份 這張是課號位吧 對不對 對 好 你自己把它改過來啊 這個標題 自己把它改過來 來 那個 這一張呢 跑到60分的舉手 蠻多的喔 1 2 3 4 5 6 7 好 這7位同學放學留下來 蛤 因為這個有計算題啊 所以我就會60分啊 欸你只要幫我跑到我經營警告 要不要經營小過 欺騙司長 好 老師我每一班就演你 這樣 例如 例如 一般的人就說你很 蛤 你很 快的 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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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還有人 好啊 然後我 雞排 2 喔是喔 啊你班呢 上來啊 沒有時候起來 我們班是72便而已 10號班 遇過老師那時候 都叫你 那 拿屁股 蛤 什麼老師的意思 我們沒在題材了 蛤 你們 你們應該 大卡車吧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然後他們就 一半就 一半就 那你還去做民調喔 沒有啊 是 就反應 反應 你知道我在一般有那個嗎 演線 演線 唐姐喔 誰啊 講過我同事 你知道嗎 刀 刀石喔 喔 唐姐 然後昨天 嗯 昨天就 大家一起在 在那裡吃飯 喔喔你們去吃飯喔 不是 哈哈 做兩個 做一起 全家做一起喔 一 一 喔好啦好啦好啦 你放學再來跟我講這些 八卦好了 來 那些話全是講 喔真的喔 那些話好高喔 你這麼可以 謝謝謝謝 好咧 六指一高到二一到五 一到五 一 一喔 裂開 跟我隆起的地表 我跟你講 這個是選項喔 它會不斷不斷的出現 因為這個東西在你課本 課本有講到地震的時候 把地板 震碎了 然後讓它隆起來 喔 這個 九二一的時候 你出生了沒 出生了 出生了 你有印象嗎 沒有喔 我二舊家 裂成兩半 哇 好舒服喔 感謝上帝 他們並沒有 他們並沒有 白白 他們從樓上 跑下來的時候 他們家的樓梯 是裂開了兩半 爬著那個裂開的樓梯下來 然後昨天早上 我媽他們去 我二舊家那邊看他們 因為那就是說那個鎮園在 在南投馬車王府斷層 斷層 斷層有經過台中的大坑 然後我們就去看 我媽他們就騎摩托車去看 車子都沒辦法走 騎摩托車去看 那個路面阿 馬路的路面 融起來 大概有兩層到三層 融那麼高 那很難 騎不上去嗎 騎不上去嗎 騎不上去呢 我現在 你如果趕快你來台中 我開車帶你過去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斜坡就是從 本來是一層樓 然後一個斜坡這樣子往上開 開到像三層樓那麼高的高度 就是那個地板融起來的高度 那真的是很恐怖 所以 融起或者是裂開的力表 這一定會有力的效應 第二題 停車隔內禁止的汽車 你有辦法證明嗎 沒有阿 沒有辦法證明他受力阿 再來等速 你只要看到等速阿 你也不要選 等速 這個高 國三的時候會教你 靜止不動 或者是做等速度運動的 他都是等於受力等於0 然後放在桌子上的橡皮筋 這個也是靜止的 跟這個一樣 珠選項跟B選項一樣是靜止的 所以你只要他要靜止或等速 都是受力等於0 或是不受力 然後你要開車帶不出去玩 有機會阿 有熱車 對 你要我給工作 如果一個人掰掰 我們就就掰掰了 還要賠錢 他是勇者 他是勇者 對啊 勇者都是砸 好來1到5了 沒有 1到5 沒有阿 這兩個字阿 碩性 跟台性五字 什麼叫碩性 我沒有理他 我沒講 對我沒講 可是這個東西不是國小的嗎 那一種 做黏土 黏土的塑造 你把它塑造的能力 好不好 可塑造 好